五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人类物种 霍比特人身高只有90厘米 新浪科技讯北京时间9月26日消息 据国外媒体报道 我们早已习惯了自己是地球上唯一的人类物种 但纵观我们的进化时 就在不久之前 还有多种不同的人类 盘踞在不同的地形之上 旧石器时代的环境充满变数 各个人类种觉一直在四处迁移 与彼此互动 有时甚至会进行混种繁殖 首先 这枚头骨的脑壳很大 其他能人的大脑体积 约为500立方厘米 而鲁道夫人的颅骨 足可容纳约700立方厘米的大脑 2019年 人类学家确定了这些骨头 与直立人和弗洛勒斯人之间的差异足够大 可以算作一个新的物种类型